我们今天是跟团 然后是坐一个大巴车 一路上惊天逛逛 像国内旅行团一样 然后第一站是这个羊挫草场 感觉还不错 来来来 小狗你也来一个 来 小羊 哎呀卧槽 小黑 哇这个好可爱 他也不要 废了 来来来 不要抢不要抢不要抢 不要抢不要抢 废物我靠 掉不中 不给了 这就是在Cuzco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说 我会收到这地方的能力 其实我们将来看看 刚刚岛讲了一大堆 我唯一听出来的 就是圣谷 为什么叫圣谷 因为眼前这条河 以前被认为是银河的reflection 然后同时这里也是种植粮草的地方 所以也是他们生命的源泉 所以被称之为圣谷 然后我们现在看的只是圣谷的冰山一角 它长达80公里 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去其中的一个小镇上 仔细看看圣谷长什么样子 这关系 between the and the native people and the mother earth was very important I mean so far 开了一货车 终于到我们第三站 也就是这个Sanker Valley的底部 Valley就是山谷 顾名思义就是 就是设在山的中间 这个山谷非常有意思 无论是千年前还是现在 当地人都还在这里吃山吃水 被这边大地所养育着 就好像时间并没有在这里留下什么太多痕迹 你可以看到千年前的这些古遗迹 比如说这个它叫做Snake Temple 就是用来供祭蛇神的地方 你如果没听错的话 同时也有现代人种的庄稼 然后就生活在这里的农民 蛮有趣的一个地方 仿佛时间在这里 并不存在 我现在爬山 这地方叫Yanda y Dambu 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 Yanda是一个很勇猛的将军 Dambu是它气息的地方 然后成了一个很著名的参观景点 虽然是旅游淡季 但是游客络绎不绝 风光也是非常美丽 给大家看一看 不知道大家开完感觉怎么样的 打过刚才说这是14、15世纪秀的 然后当时还在修到一半的时候 西班牙人出来来进口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了 是一个未完成品 不过无论如何 依然是雄伟壮阔 然后紫药山来 我们要去热水镇 就是Machibichu旁边一个小镇 然后明天上Machibichu 那我们怎么去这个小镇呢 给大家这个提示 大家猜着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 这个是火车 这个是当地建的全景火车 头上两大片玻璃 左右两边也是两大片玻璃 简称全景车厢 一路上景色非常优美 让人心旷神医 真是让我好不自在 像一个陷阱 却从未犹豫相信 你真的愿意 就请给我惊喜 关于爱情 过去没有意向的结局 那天起 却颠覆了自己逻辑 我的怀疑 所有答案 因你而明白 转啊转 就真的遇见 火车坐了两个小时 到了这个热水镇 Agua Caliente 所以这个镇基本上就是为了这个景点而存在的 然后一下火车周围这个小商贩 络绎不绝 行 那我感觉今天晚上应该也没啥看到了 那我希望我们再一次见的时候 就已经在Machibichu了 今天是到这个热水镇第二天 我已经到Machibichu了 现在站在观光点 从上往下看 太美了 家人们 周围的这个云雾环绕 缠绕在这个山头间 添加了一丝神秘的色彩 再配上这个印加古遗迹 哇 真是不虚此行的 家人们 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走下来发现这里都是石头堆建的 哇 蛮厉害的当时这个建筑工艺 然后Marchipcho的地理位置很好 就海拔比Cuzco低很多 低了1000米左右 然后有山有水 所以当然住在这里的 基本上都是印第的皇室家族成员 Upper Class 这个是个富人区 直到后面西班牙人 15几几年的时候攻打进来 然后这里慢慢被人遗忘 直到后面才有人把它发掘出来 然后成为了我们今天一个名胜经典 从Marchipcho下来又回到了火车站 我们要回我们的Cuzco 然后往回赶了 刚刚在餐厅吃了一个Cuzco 就是烤猪肉给大家看一看 看起来还不错吧 行 那我现在回Cuzco 我们晚点见 在秘鲁的最后一天 我尝了尝当地的中餐 用骨骼翻一点菜 让我想起了刚来美国的时候 而这菜的味道 仿佛也和那时吃的美食中餐差不太多 吃完饭呢 坐车去华卡布亚娜看了一看 这是一个城中心的历史遗迹 打个比方 就像是兵马俑 修在了大唐布业城 最后去海边吹吹风 听一听这座城市是否还有其他故事 也许有吧 但是不太听得懂西班牙语 所以只好去买个煎饼 喝杯咖啡 告诉自己 这座城市 这个国家都很好 但不属于你 再见了秘鲁